一枚枚飞弹直冲天际划破中东地区的夜空 紧接着又是好几枚飞弹点火发射 具有核无潜力的伊朗 短短两天就对三个国家发动空袭 伊朗革命卫队周二证实一共发射15枚的飞弹 锁定以色列情报机构位在伊拉克北部库德自治区的据点 通天他们也顺便打击叙利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没想到隔天轮到巴基斯坦被轰 打击当地逊尼派正义之军的基地波及平民 由于伊拉克预期的位置附近还有美国领事馆 挑衅意味浓厚 伊拉克祈祷召回驻德黑兰大使抗议 伊拉克民众上皆怒吼秀出罹难小孩的照片 要政府硬起来以防继续被欺负 同一时间伊朗撑腰的叶门叛军高调在劫持来的银河领袖号大肆庆祝 组织一批年轻士兵在船上踏步唱歌 这艘船自从被叶门叛军当成观光地后 参观人潮还在增加 叶门叛军攻击红海商船的行为 严重威胁海上贸易安全 美军周二凌晨又被逼得展开新一轮打击 先发制人摧毁叶门叛军准备发射的四枚反舰飞弹 不料同天下午 叶门还是不怕又攻击行精的红海商船 这次遭殃的是一艘悬挂马尔他国旗的希腊货轮 近期以后战争战斗最激烈的还是在南部甘尤尼斯 以军公布的影片枪炮声还是很密集 为了避免还有哈马斯藏匿 甚至得从废墟中飞出小型无人机搜索 不过清理哈马斯地道的任务 对乙军来说也是大工程 尽管加萨多地被炸的铁无丸夫哈马斯似乎没被打趴 又朝以色列发射大量的火箭弹 不过遭到铁穹系统拦截没有酿成伤亡 以色列国防部长先前宣布南加萨激烈战斗阶段很快结束 已经撤离派往加萨的四个师 然而这样的举动却令以色列极右派国安部长不满 认为应该要继续行动重新占领加萨 地面行动不该让步 烈新闻纵杀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